修心就是一个忍辱的过程 修心的人必须学会忍辱 中国有句古话是 小不忍则乱大谋 你对单位的老板 社会上的人 包括对警察的盘问 如果不耐心回答 就会闯祸 所以一定要耐心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 学佛早班车 师父说 社会上到处都要学会忍耐 不忍耐就会出事 忍耐是一个人的修养 也是现代社会 一个人生存的必然条件 师父还说 家庭不能忍耐 家庭就会分裂 对孩子不忍耐 孩子就离开你 在单位不能忍耐 老板就会给你麻烦 接下来 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 同修分享吧 首先 这位同修分享到 这个法门太灵了 之前做梦 梦到很多舌头和嘴 梦境提示告知有麻烦 会背后被别人讲 但是当时没有重视 没针对这件事念经化解 导致现实生活中 真的被人嚼舌根 悔不当初没有提前念经化解 感恩菩萨的提醒 感恩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我身犯异淫 手淫和看四千篇的邪淫 本该下地狱投畜生 今世贫穷下贱 受到前世恶保 经常处于惊慌恐怖之中 亲属不正 招来色魔附体 精神不受控制 倒霉的事情 只有发生 意外总是眷顾我 学佛念经帮助我一步一步改正缺点 完成了十万变心经 祈求观世音菩萨保佑借出邪淫 可我无名习气太重 依然存有侥幸心理 从小就邪淫 已经从根子上难以纠正 只能在一次次受报中痛哭流涕 痛改前非 学佛念经真的可以恢复正念 借出邪淫 坚持下去 就像被墨水染坏的纸 坚持擦 坚持洗 佛菩萨加持 帮助恢复本性 小房子达到数量之后 勤走了灵性 自己能正常思考 身心恢复健康 勤做功德 消业障 拥有人身 就是善保了 如果不珍惜人身 就永远地失去了 感同修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我的牙齿一直有发炎 但是不很严重 所以没太在意 去年洗了牙 上了点药 再没管 最近牙齿有点松动 发炎红肿 有白色的浓出来 今天我午觉起来 就一个意念要去看医生 之前一直拖着 想着好好念经来化解 因为我知道我是造了口液 我知道自己错了 但是今天就意念很强烈 想去看医生 想到师父开市 肉体病要看医生的 也咨询了一下 大概费用可能也得上千 因为最近没上班 经济比较紧张 最近也在放生 刚好上完晚乡 所以上乡 就求菩萨让我用最少的钱 帮我治疗牙齿 最后念诵了七遍心经 解节咒一百零八遍 去了之后 我带了一千元 医生说需要九百多 我一想有点心疼 就问能不能优惠 接着念解节咒 结果一会儿 医生说收我五百就行 一下省了四百多 我就可以去放生了 我很开心 感观世音菩萨慈悲加持 我也深深地忏悔 以前在工作中和领导 一起造口业 背后讲同事 师父开示 这是背后阴人 业障很大 因为口业也伤害了朋友 家人 同事 亲人 有一次我和爸爸打电话 讨论了一些关于妈妈的话 我也说了很多 对妈妈不满的话 后来那几天 我满口的牙发肿 患着地方疼 一边好了 另一边又疼 疼得我晚上只能听师父的法会视频 才能好一点 才能睡着 所以通过这次我也明白了 这是犯口业了 收好口业真的很重要 不要一边做功德 一边漏完了 希望师兄们以我为例 收好口业 遇到肉体病不要执着 要理智对待 沉默是今 不讲话 也比乱讲话要好得多 要口吐莲花 不要恶于伤人 否则最终伤害的都是自己 感恩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我儿子前几天发烧 后来又全身起疹子 买了消炎药 退烧药 我和另一个师兄 给孩子的药经者 画了三十多张小房子 转了一些功德 疹子两天就退了 特别快 同时 烧也退了 太感恩菩萨了 出疹子 担心吃的药过敏 就停了 全靠佛法的力量 足不出户 就帮助孩子 顺利过节 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灵验的心灵法门 感恩无我利他的师父 感恩无私帮助我的师兄 分享结束 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 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慈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 自己背 不让师父背 不让师兄们背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来听师父 讲一个小故事吧 真的事情 在印尼有一个张先生 他三十年后 才找到 失散的初恋情人 三十年之后 都已经变老头老太太了 满脸皱纹 看得还挺开心的 年过五十 两个人又开始了 十七八岁的初恋 甜蜜的日子 才开了一个头 被一场世纪大灾难 就是印度洋大海啸 让他太太离开人间 他们结婚才三年 海水带着摩托车 冲向了他的家 把他家 一下子冲烂掉 他的先生 死命地拉住 他的太太 结果太太 为了不想 把他先生 拖下水 他就松开了手 太太 就自己被 咆哮的海水 瞬间就冲走了 所以这是真的故事 我们人活在世界上 不能今天好了 不想想以后 想一想 印尼过去的 有一些惨案 想一想 我们今天学博 做善事 就是为子孙 基福 基德 我们怎么不要念经 来保护他们 所以 好好地学博 因为人的生命短暂 才显得珍贵 来一趟人间 不容易 我们一味地说 我活得长一点 最后实际上 生命还是在你的打工 挣钱 活着当中 慢慢地缩短 要认识自己 多做善事 来改变自己 你才会慢慢 得到福和慧 你会得到 永久的平安 感菩萨 感师父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在一起 听师父的几句 佛言佛语 修心就是一个忍耐的过程 学会忍耐 学会忍辱 大事化小 小事化无 谁不能忍耐 谁就闯祸 所以做人就是这样 谁都要学会忍耐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 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 元气满满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